为了减少车辆北上交流道与机车交织产生的意外 南桃园交流道西向杂道口 从今年2月开始实施尖峰时段 汽机车分流管制成效良好 桃园市交通局宣布 12月起将实施全时段分流管理 非上下班交通尖峰时间 南桃园交流道依旧是车来车往 南桃园交流道近邻中路宠画区 因为交通便捷吸引台北客南下买房 但也因为往返双北通勤逐变多 导致大新西路三段与国际路二段路口 几乎天天都在塞车 在今年的2月就有针对机车在尖峰时段来进行分流 引导机车走大新西路380项 我们并且为了机车行驶的安全 我们在380项的寒洞口也增设了一组号制来进行管制 除了进行汽机车时段分流管制 交通局更在7月首创全国彩色指引标线 加强引导效果 根据数据显示 尖峰时段机慢车改道行驶比例高达97% 分流成效加 因此从12月起将实施全时段管制 提醒机车组注意 那我们交通局预计在今年的12月初 要针对机车全时段来进行大新西路 导引机车走380项 那预期呢 可以更加的一个完整机车的一个行驶安全 南桃园交流道分阶段进行交通改善计划 搜集车流运作情形 减少汽机车动线交错问题 降低事故 也解决当地交通拥塞问题